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我是李国庆 要选择能够创造佳积的银行股 初歌有三招要记住 第一,净利息收入增长 第二,非利息收入的情况 第三,成本控制的能力 银行业务主要分为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种 净利息收入主要是来自放贷赚取息差 以恒生银行为例 去年净利息收入表现非常惊人 增长了两成二 其中新造按揭业务的市占率保持在三甲之列 税银就预期了 港元息口下半年将会追贴美元息口 恒生下半年的净息差会明显抗阔 有利它在净利息收入持续增长 至于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主要包括财富管理、保险、证券等等的业务 主要是赚取手续费 恒生的非利息收入主要来自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的业务 收入占比达到七成半 去年恒生非利息收入增长持平在250亿元左右 不过在中港两地憧憬推出理财通之下 本地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有拓展空间 收入增长好都要靠有效的成本控制 才会有理想的盈利增长 一家银行的成本效益比率越低 成本控制能力就越好 恒生营运效率持续提升 去年成本效益比率改善了一个百分点 去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是零七年以来的新低 总结而言 一家银行如果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都增长理想 以及配合有效的成本控制 这才是初歌选得下手的银行股 而恒生就是一个好例子